你好,赵博士 哈喽,何康 你好,我们现在大概还有两分钟左右就开了 好啊,好啊,你收到我传的东西给你吧 收到啊,我也刚刚说的,我刚刚跟小朋友才说 因为我的小朋友经常肚疼 你小朋友多少岁? 16岁 16岁 他其实最近很久了,总之一繁忙 一旦有什么大表演的时候,他那几天就不舒服了 那你的小朋友在香港长大,现在正在适应美国? 都不关事的,他在适应的,不关事的 不是水套不服,只不过他这么合人生里面有个 他一定是心理影响的那些场合 16岁很多事情发生的 16岁了 对啊,那些荷尔蒙也有 对啊,没错 但是心理影响的压力,那些人的性格之类的那些呢? 又要入大学,又要入大学 对啊,你也要说 对啊,你今天说这个很好啊,我觉得也要说 对啊,因为我们说 对啊,我们说起那个hypertension 你猜都猜不到,就是说 一些人吵架的时候呢 他会影响到心脏,影响到血压 然后会长期影响到血压 那我今集就不说抑鬱 抑鬱也是会影响血压的 不过就先吵架 就是吵架呢 吵架呢 其实吵架能否保得回呢? 因为你吵架 精神疾病 我觉得都可以值得说 譬如我和你吵架 之后呢,我对你好呢? 能否保得回呢? 这些就有些研究 就是关于这些事情 是的 喂,我们差不多了 好啊 OK 好 好 好 健康大数据 会为大家一一解破 数据背后的健康密码 好,时间到11点28分 继续和大家解构一下 在这些数据后面 带给大家的一些资讯和知识 那我们这几个星期 都做了一个专题性 和赵博士分享 关于这个高血压 我们又不是讨论 究竟哪个好啊 或者是怎么解口 是从这个生活上的 逐一细节 告诉你 有什么行为 或者有什么事 会影响到你的血压 折博士 你好 何康你好 今天 折博士带给我的 一些数据和资料 我看完之后 咦 是的 都挺影响到 你身体健康的 是什么呢? 折博士 咬完架之后 如果选择离婚 又健不健康呢? 其实离婚之后 会怎样呢? 有些数据 就展示给我们 就是咬架 绝对不健康 然后呢 就是咬完之后 如果选择离婚 是不是解决呢? 有四成的人 如果离婚之后 而有病 譬如有其他病 而没办法 另外一半 就算和你吵架也好 都会打个电话 在香港是999 美国是911 起码是打个电话 原来有部分的人 因为身边没有了一半 就死亡的机会大很多 有些症状 是的 如果刚好又有症状出现 成功去生存的机会 那些数据出来 就说 有四成的机会 是会死 多过不死 就是这样 这个呢 就挺有趣 因为都是说血压 和咬架 咬架会不会影响血压 会不会影响血压 咬架会影响血压 但原来呢 就是咬完架 或者不开心 或者生气 通常吃些什么呢? 就是选择一些煎炸的东西 你不会说 咬完架 拿一杯乳酪来吃一下 如果拿一杯乳酪 当然对腸胃好 对腸胃好 益生棍 那又可以咬完架 能够够够 吃个苹果 但咬完架 当然会去摘啤啤酒 是的 对吧 摧毁自己 对了 野物 平时不吃那些都吃光了 对了 不开心 甚至自己生气 生气一些东西 通常都会吃些 例如你会吃些没有那么健康 但又要看价钱 你不会说 不如我买些 贵一点不要紧 买些健康的东西 真的不会的 你会走去 那些重味的东西 会吃下去 那重味的东西 有什么呢? 有微精和有盐分 那些是对血压也是不好的 所以咬完架 能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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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更伤害,现在不单止有生气,又痛了,又没有反应,又生气多些,肝又不好,肝不好就排不了多些毒, 然后又生气多些,所以你知不知很多人说给对方一些时间,其实这个是错的, 因为那些数据告诉我们,看你中间做些什么,如果你在做些不好的食物, 吃了些东西,然后又没有不照顾自己,之后见回,比之前更坏了, 因为原来对方已经弄到自己很生气,不舒服了, 那这些数据,因为我们讲起血压,讲起心脏,心脏是之后的, 但是血压呢,为什么我们女士咬完胶,很多时候她的血压不是加高了, 男士就会,但是女士呢,很多时候,压型交友和男士呢,就会反而偏低了, 是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因为够冷静一点, 就是左右腦的关系呢,就是理性与感性之间, 很多因素,你刚刚说完的那些都有关的, 因为第一,是不同性别,正在对方会做不同的事情, 第一,有很多女士呢,男士呢,男士呢,男士呢, 会做什么呢,多做些工作,集中多些, 没有想那么多的那件事,是不是? 女士不是的,想很多的事情,还跟女士其他朋友说的, 通常开了一些会,是不是? 然后呢,然后就会想将来,男士不想的嘛, 做好的事情,只是吵架而已,晚点会没事, 不是的,但是对方一直在做的事情, 就是跟其他女士谈着,将来是怎样, 怎样对付这一个人呢,这样的那些呢, 那变成了,既然data是不问这些的, 只是在问就是说,究竟是高还是低, 那就看到是低,那你可以想一下, 什么会令到你低了,譬如你放松就低了, 或者你想其他事情就低了,有人跟你谈着, 你可以是不开心,但是同一时间的看法不同, 就已经不是很激烈那种看法, 已经会令它不是高,就变成低了, 低了也算是低的,所以在那个data set里面, 他们包括那样东西就是这样找出来的, 是的,如果在一些宗教的哲理那方面, 他们就是说执着和放下, 现在两性就是分别, 那些数据就是女性就是放下, 男士就是执着, 就不是黑和白的, 有些女士就不是放下的, 但是整体来说, 如果我们说percentage, 你就会看到大多数的女士, 还有女士如果信教那些, 很多时候会去教会, 男士就是, 做多些工作, 不要想太多, 去堆下酒, 所以吃些什么, 想些什么, 以及之前那件事怎么发生, 都很有影响的, 是的, 好, 那我们先说到这里, 我们转过头, 听完后的话, 我们再讲一讲关于, 在这个情绪上, 波动湖如何影响血压, 好啊 小博士, 在这里, 在这里, 哈啰, 我们稍后大概44分元, 好 预计, 应该我们还可以说到44分, 都应该只有8分, 8分,9分钟,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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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继续讲, 你今天给我们的那些, 还有, 还要讲一下厨师, 为何厨师, 煮生菜, 都会猛一点的, 通常是这样的, 那些油, 进入了身体, 吸收到里面, 它不化, 它这样, 也是会令一个人的脾气, 脾性, 和生气的东西更多, 所以呢, 厨师呢, 你也想到, 厨师通常, 你认识厨师, 有很多脾气的, 和那个消化对油那种东西, 很有关, 看看, 对了, 其实, 如果不同的国家的柱, 都有多不同, 是啊, 譬如你认识, 日本的厨房师傅, 或者寿司师傅, 还有, 煮法国菜, 这些都不同, 当然了, 因为有个要煎炸, 纹那些东西, 所以你会看到, 就是说, 食物, 和我们怎样配搭, 就是说, 那些不肯, 不开心了, 但你立刻那段时间, 做些什么, 经历些什么, 是直接有关系的, 好, 接口食牙差不多了,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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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月牙科, 消息引进幽棉牙科机器人, 减少食牙手术的创生, 确保食牙的准确, 特别介绍, Onlinex全口直牙, 只要直入4-6粒种植体, 就可以有全口直牙的效果, 快点去San Bruno出月牙科, 单只直牙超值价1899元, 診所直牙手术, 保证由沈维俊牙医, 亲自负责, 电话650-589-8658-589-8658, 一位置11月15日, 有条件限制, 只限生产。 王啟, 找到工做未? 在餐馆洗碗咯, 想转行啦, 五十多岁, 来到美国, 又不懂英文, 都不知做什么工好。 不如帮我看小弟哥啊, 我下个月放完产假就要上班了, 但还未找到保母, 你可以考虑开一间托儿所, 收入好好的。 听说在星岛刊登托儿广告很有效, 我都想试下, 好, 就又帮你臭小孩开帖啦。 星岛日报, 家庭托儿好帮手, 现在刊登托儿广告有特别优惠, 强情请自650-808-8877查信。 健康大数据, 会为大家一一解破数据背后的健康密码。 Hello,大家好, 我们继续将健康密码带给大家的, 叫你赵博士出来, 赵博士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健康密码就是关于大家情绪上的, 如何会影響到血压、高低等, 当然啦,这些密码这些东西 其实不是只有一个 就是Password 呢,不是只有一个进入去里面的 譬如好像感情令到你不开心 也有感情会令你很开心 有些感情,有些关系 有时候你会说,哇,没有了这一个人 人生都不同了,味道 但是同一时间 你有一个人在感情上面 也令到激动你,生虾地跳 对吧,真的,所以你不能说 我脱了所有感情就会搞定 因为他们的资料就说 感情当它变到有stress 时候 是直接影响心脏病 即将来的心脏病 在哪些人看到,就是看到 人们愿意给资料的那些 很多时候在读医 你是很愿意参加这些计划计 那我就送给你了 就是医学学生 他竟然找到,就是他们如果有 这些叫做 mood stress, angry thoughts 这些东西 他们就发觉他们就会多了 很大机会将来有心脏病 比较量血压更重要 因为比较早去找到 如果你经常有这些 很容易扯到火的性格 应该去改改这种东西 最后的配合就是 扯火的人 生气起来 就真的对自己不是太好 如果他对自己好一点 他也不会扯得那么重要 而他吃的东西 通常都是很重味很激烈 就是刚刚我们不想吃的东西 东西又会选得甜一点 又会不疼自己身体 更重味一点 然后既然是这样 农药可能多一点也不理 可能会多喝几杯咖啡 很多这些反应 什么时候做的 原来这些人不是平日做的 通常都是他们不开心扯火的 所以为什么下一集 我们可以说一下抑郁 因为抑郁刚刚跟扯火不同 你想想一个有抑郁的人就会不出声 其实他们的血压又是怎样的呢 这个在心脏科里面那些资料 就可以告诉你 原来他们都是一个 都是一个不是好的结果 然后有些人就说 如果离婚不是一样 所有东西好一点的 今天我们就讲起就是离婚 如果刚好你遇到有个抑郁症 就变成了想进医院 想给你一杯水喝 都没有了 通常是那些人 不是只是打不打91999那样东西 是那些人通常 他变成了有了抑郁 因为说 真是人生 现在没有了对象 虽然以前是吵架 或者是什么 现在没有了对象 而他们想好一下 自己弄到自己 早去了 那个就是下个星期 我们说起那样东西 嗯 好 这个也要大家受到关注 因为现在在这个世界上 任何地方生活都好 有不同的压力 而身边听很多是 关于一些心理疾病 究竟在哪里会出现到呢 其实刚才赵博士说的心脏病也是 心脏病是怎样形成的呢 就是我们经常 你说 你年纪大要留意 那就是 当然现在大家都在这儿 body check 很多 多点时间去关注自己的身体 但是其实是怎样形成的呢 就是如果不是天生 又或者缺乏了些什么 究竟在生活上 除了我们放食物 在口里吃的东西 心理上究竟会怎样 就是构成到呢 另外其实赵博士 你今天也说了 关于另外一个数据 是关于一些厨房师傅 是 刚才在这儿有广告的时候说 那就是厨房师傅 你想想 他吃什么呢 他通常都是吃他煮的那样东西 还有他闻一些油 闻一些油 闻得多 闻得多 所以变成是这个厨房环境 如果升级了 就是那个抽气线 又抽得好些 那些油又用得好些 还有厨师很多时候 出错 就立刻就被人说了 譬如这碟东西不好味 吃了下去不是那么好 那碗里有只汇蝇 有只汇蝇在里面 没错 直接有关系 所以他之后吃什么呢 我也是通常吃饭盒 未必吃过那条东西斑 蒸出来 他未必吃过那里 吃饭盒 所以吃得不好 最惨的是 我们不想这些数据设计 但做主的人 就是每天经历 看着别人吃东西斑 自己吃饭盒 这个相反才重要 对一个厨师 看看厨房大哥 头为用膳 以前我也看到很多 譬如我们华人的一些食事 一些店铺 他都有投为用膳 希望大家 他们也说是福食 自主权高一点 老板不会太介意 做几道菜 坐下吃了 吃完才开始 吃饭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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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会更好 但是也有一班 你会看到 他们夹在一边 坐在一些 譬如厚欄 或者是厨房 或者是厨房 就放在一边吃的 在这个过程里面 大家都要留意 吃也是一种 要舒适一些 所以不要 我们叫做 偷偷 找个位置 吃果腹 可能也会有些影响 绝对 其实今天 时间就差不多 希望开到另外一个题目 就是关于心理疾病 那方面如何影响到你的身体 我们下集说 好啊 记得就继续说 不记得就说其他东西 好吗 好吗 我记得现在 我买了半笔记 大家都可以留下 有些什么 内容上的东西 关于生活上 有些 我希望大家互动一些 你有些什么 见闻 或者体验 告诉我们 那我和阿智博士 找找一些数据 提供给大家 我们今天星期 先说到这一道 好吗 不用了 拜拜 慢进牌 抽油烟机 大吸力 好 很厉害 立刻有抽油烟机 的广告 喂 何亨 你知不知道刚刚 那广告是 你当然知道 是说抽油烟的 是吗 是呀 是呀 那么巧 他们配合到 不是 不是 是一条排床的 一条排床 你看多厉害 不是呀 我们刚刚开节目之前 说什么 新移民过来 找不到工作很可憐 都是全聚 是的 那你当然什么都做 但原来 什么都做之中 你都要想想 发生脾气 或者不开心的时候 吃什么是最重要的 不是在想 我人生好些 不如我照顾身体 吃甜食 吃巧克力 吃甜食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你最需要 吃好些的 例如吃一杯 乳酪 和新鲜苹果 就是当你发生脾气 或者很不开心的时候 更加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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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段时间 更加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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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放屁自己 是的 这个好啊 我觉得我们慢慢摸摸一下 这些 当然有些大主题可以说 但这些细节 我觉得是 大家忽略了那些 还有 告诉他们 大家不要再用一些 旧的说话 觉得自己是 待着这一句话 是人生的自备 是的 你的开心 不应该是 不应该是 用以前 上一代 定下去 等你开不开心 应该想想 其实跟你 如果你的开心 和你的健康 要相够才行 如果你开心得来 是暂时性的 是去发挥的 那未必是一个 长期性的开心 这些其实要分为 小博士 我们下个星期开始 因为我有个同事 去放假 去放一个月 原始是我们节目前的 一个环节 讲食物 因为他放假 下个星期开始 时间会长了 长了 可能多了一部分 就是我们拉长 战士二十多分钟 我看看 如何调配一下 看看我们 试试下个星期 有什么情况 好的 没问题 这些题目 我们可以再深入一点点 是的 可以的 好吗 谢谢 小博士 不需要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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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